主席 主席來的會比較久喔? 主席來的會比較久喔? 好,各位同仁請就座 各位同仁請就座 笑的笑的,超一點點這樣 我們現在開第15次的會議 請秘書黨宣讀第14次的會議議事錄 宜蘭縣1位第18屆第14次 會議議事錄,時間中華民國105年 10月10日下午21分 第一人本會議事廳,初期宴,黃定俄議員等32人 請家議員陳振嵐議員一人 類邪人憲政務工商旅遊處長陳昌文秘書處長 宋榮錢人數處長郭莊勝 郭莊勝人數處長郭莊勝等 科室主管21人,本會秘書長陳茂蓮等5人 來賓各報集各電子媒體記者 主席林副議長齊山,記錄林毅賢 主席先告開議報告事項 一,主席報告簽到議員以達法令人數 二,秘書長先讀第13次會議議事錄,執行事項 工商旅遊處,秘書處,人事處,政風處,業務執行及達戶 執行議員,薛成一議員,吳鴻某議員 張明華議員,黃毅宇議員 陳鴻錫議員,黃定和議員,尤湘德議員 蔡文藝議員,劉天吳議員,陳漢中議員 吳秋林議員,沈德茂議員,江碧華議員 林志鴻議員,邱家敬議員 孫湯議會議員,黃世超議員,林錫平議員等 陳處長,常委,廖處長,常欣,宋處長,龍泉,郭處長,中盛 周科長,秉為,詹科長,浩然,陳科長,智成,林代理科長,中明 郭科長,香蘭,中科長,明達等 其他四項,工商旅遊處,秘書處,人事處,政風處,業務執行議員 要求辦理提供這四項,令入,降如,復健,並行務縣中辦理 三位,下午7時37分以上 好,各位同仁,一四六沒有意見 沒意見,准理備查 好,請相關單位列席報告台 主席,我們禮拜一到禮拜五的聯繫都是 將近十二小時的違反勞計畫 都沒有休息啊,這樣怎麼可以 我本席的建議 你要延長會議五點之後,沒有關係 延長一個小時就好了啦,到六點結束啦 六點以後,沒說的人第二天再繼續說啦 管理委員勞計畫啊 好,請坐 好,林議員 主席,現在相當下議會的人 每天都要跟你們講 他不是說一天贏的 他很難聽說我們要講 我們真正經,真打拼,你說 真正經不對,主席,你要考慮 時間到了,時間到了 你議會議事組這些人每天要賠儀 他每天啊 他每天啊 不是管政府,管政府是一天而已啊 對,那些人考慮 不叫他們輪班嘛 不可以那些人都坐在那裡嘛 對嗎 我聽他聽說福利啦 對 沒有啦 如果延延一點,前一句沒有了 馬仔又介紹這樣 沒有,就切掉了啦 對啊,那也有政客 沒有,就是切掉了 因為我們今天這個議程 是都自己自己共同做一個決定的 主席啊 管長說一說下去協會啊 管長是管長啊 管長是管長啊 管長不信用,他是他不信用 他不信用 我們是議會 是真堅穩 真優秩 時間到全面了,不可以這樣說啦 今天我們這樣做全國蝶名 現在評比裡面蝶名 你連打招,大家都看 蝶名喔 正確啊 蝶名喔 蝶名喔 蝶名工廠啦 蝶名工廠叫蝶名啦 夾到老公啦 我都老公啦 像你這麼打招的議員也很少啦 不叫啦 夾到老公啦 好,好 我們相關單位列事報來,快 快 什麼,請裁事 主席啊 請裁事啊 請裁事啊 我提案人齁 我真求兩名來做呼籲 呼籲 兩名以上呼籲,請表決啊 要表決啊 要表決啊 對啦 依照議事規則來 表決我看看啦 咱就已經今年跟三分之一 我遵照我們議事規則來 提案以後,兩個人呼籲請 請議長表決 對啦,你說的是不對啦 但是這個齁 我們的會議啊 會停止啊 我們有叫我們的 程序委員會啊 政協通過啊 你要怎麼交代 程序委員會通過 在台會如果發過條可以 我們的議事規則有這麼寫 我現在都看得很清楚 我不對啦 你說那是 臨時來 提出來討論的三個 欸 一分一分 一分我都看得很清楚 程序委員 主席啊 程序委員 程序委員 並沒有規定說 五點以後還要再開 那是大家在這裡說 大家都說 什麼又圓一群啊 那個是不是這樣 你不可以說這個地方 你不可以拔 這都沒關係啦 我是說這樣啦 七月幾齁 剛才那個地方說 三萬一兩了嘛 對不對 所以 中心檢討啦 叫議長要檢討啦 看不然開半工 開半工就好了啦 對啦 我們其實外面都要開半工而已 我們說真的 我們這樣 給我都不用不用去啊 對啦 你如果保證長 跳過人過啦 這樣算得出來 說實在啦 你們坐的地方走 我坐五、六點鐘而已 你坐的議長沒有你換我 我來坐一天了 好啦好啦 你真爽啦 這樣會倒才給你坐 會倒才給你坐 好啦好啦 好啦 好啦 不要計較啦 方議員啦 不要這樣啦 好啦我們來進行啦 好 請你示範來 你知道我比較不會主持 這樣 叫你粉給我亂 好 好 我們今天啦 今天 我們的教育處 只有一個單位 被選 我們第一位 首先邀請陳鴻錫議員 第二位 你剛才不是說第二位 第一位 你把我統治好啦 沒關係啦 我那裡 好 主席 那裡 那裡 主席 你最後一個 我感覺 我們那個 大家早上最後一個 大家早上大家好啦 我感覺是我們主席台 剛才明明就說 聽第二位 有什麼議員 剛才他是不是跟我說第二位 剛才你聽到說第二位 對啊 那是沒關係啦 我跟你說 第二位 第二位 那沒差啦 我是沒差啦 沒關係啦 對啊 不是啦 主席台也要清楚啦 我跟你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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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主席 憑公處理 六點 不要做學院共產 我跟我們議事組長 大家也很累 對吧 我來跟議長參選看 好 那咧 處長 對於我們整個我們宜蘭縣齁 我們外調的老師現在有整個幾位 在哪個單位 你有清楚嗎 好 處長 外調老師啊 外調老師啊 借兵出去啊 外調吧 現在有幾位 外調的啦 你們調去外的單位 找調的啦 齁 你實在影響啊 借調的老師啊 借調的老師啊 借調的 他跟你聽著判議 壞調 借調 借調 以前我們看過的老師 主席各位議員女士先生 謝謝陳議員的關心 今年目前我們商界老師處 有 教育處裡面有 跟外部中心單位有24位 籌備處有12位 總共36位 在外調的最久多久了 沒有 沒有啊 什麼沒有 調多久 外套啦 還沒歸倦的 幾年了 時間啦 最久的多久啦 目前 呃 年資比較久的是 102年接近來 102年 是 最前的 目前 最前的 最久的 最久的 對 102年接近來 有十幾年的啊 議員關心的 可能是之前 有借 然後再借 就是有規見 然後因為業務需要 規見就是說 規見 就是規見馬上再出來 有 有間隔一段時間 再借進來 因為業務的需求 好啦 我看妳喔 對妳的業務 妳如果還沒熟悉啦 可能妳要做代理 也不能做多久 那齁 在會後的時候 對整個 那個外調老師 借調的老師 在哪個 他是 原單位是哪裡 借調在哪裡 他是時間 哪個時間點 哪時候要規見 是不是詳細資料 給我本身 是不是列入紀錄 好 列入紀錄提供詳細資料給 好 那我們現在 所有的老師齁 在整個代理老師當中 有多少是代理老師 依賴是國中小 目前代理老師的人數有535位 535位 是 哪個學校最多 學校數 國長知道嗎 國長知道 國長在這裡打得快 議員我們這邊 目前我 我帶過來的資料 是我們 統整的資料 那如果議員需要各校的 我們會提供給您 這樣子 對啦 好 那各校的老師齁 就是說 代理老師齁 代理跟代課老師都一樣嘛 代理老師 那還有代課老師 那還有什麼老師 特教老師 還有什麼 特教 就臨時性的 臨時性的話 目前的話 全時的話 就叫代理老師 他每天 整天都在學校 叫代理老師 對 可是有一種是代課 就是有課再來的叫代課老師 再來 還有監課老師 好 對 監課老師 那把所有的資料齁 在哪個學校 這個學校 代課 代理 代課 監課 監課的老師 那監課老師 那監課老師 是不是那個回鍋的 監課老師 監課老師 監課老師也不是回鍋 他們也是透過考試的方式進來 那也沒有 就退休老師再回來監課的 有沒有 如果再回來的話 也是要透過徵選進來 對 可以嗎 我們目前的狀況其實我們會希望學校 好 盡量的話就是給提供給 我們目前 有教師資格的老師 進來 我們教育現場這邊工作 盡量不要再去找退休的老師 來服務 那這樣 在資料再詳細一點 就是說 你監課老師有回鍵的話 就是說他已經退休了 你又回聘 回回鍵的這個老師這邊 在各校 詳細情形 在我們國中小 這些詳細資料 請坐 請坐 那位處長 對於現在代理老師 現在薪水他們怎麼領 警察 請問 薪水目前是依他的學歷來續薪 我知道 他領幾個月 10個月又3天 10個月3天 那我們在整個預算的時候 我們編列是12個月嘛 那現在的錢拿去哪裡 你錢拿去哪裡 沒有動 沒有動 那為什麼這樣 就浮編啊 你也是要給人啊 那為什麼我們把人家的薪水減掉呢 因為代理老師跟那個 我們所有的正式老師 他們的工作項目都是一樣啊 那你們跟柯博的代理老師 你自己吃掉嗎 這個部分跟議員分兩個部分來報告 一個在預算編列的時候 是照預算緣額來編列預算 那禁用如果是代理老師的話 因為 也依據代理老師禁用的規定 所以給予10個月多的一個薪水 你們外聘的外 外掉了 借掉了老師 以後 你借掉在外面嘛 在某個單位 結果那個學校缺額 他要請代理老師 那代理老師你只花10個月的薪水 這樣對嗎 市長 那你現在怎麼 現在全國 在全國那個教室公會 在整個 在辦理這一件事情 你認為我們明年度 要不要發給人家 我想除了中央在做 全國性通案的一個檢討 跟感性以外 那我想對應的 可能一併 連老師的服務的權利 可能要對應的一併去思考 一併思考 一併思考 怎麼思考呢 是不是不要發給人 我想應該是核實的 因為我們也很需要這樣的一個 有合格教師資格的 教師人力 來指導孩子 但是如果說 寒暑假期間 我們沒有規劃相應的一個 服務內容 我想這個是要一個 比較完整 正式老師也沒有服務內容啊 還是一樣啊 他只是說一個禮拜來一天看一下 放一放單就有了就好了啊 都還不是一樣呢 這個我們會做一併整體的檢討 那檢果這是全國的通盤性還是怎麼樣 因為權力義務 這個屬於中央法令的內容 不然這樣啦 明年度你要全能實質的發十二個月啦 不然我們全部的預算砍掉啦 教室的預算砍掉啦 大家都一樣啦 比照十二個月 也會十個月啦 有得到嗎 有得到嗎 這是 你在憲政會議的時候 有沒有可以建議 可不可以 這個我們會跟中央在 什麼中央 我們依然現在跟人家不一樣啦 我們要照顧老公 照顧老師啦 教學是百年大祭啦 不可以這樣喔 我跟你說 小孩教的都不吃幾個月啦 主長 可行不是可行 我們會來研議 怎麼研議啊 朝可行的方向研議 多久的時間 最快應該要啟動 也是應該在下個學年 什麼下個學年 明年度 我跟你說 明年度馬上就要到了 明年度就 我跟你說 十二月一號 我跟你說 在十二月以前啦 把你年齡的計畫 是不是拿到本省 你有記錄 好 對於那個 你來啦 你看 多久研究可以出來 你跟他講 研究結果 你們自行研究嘛 因為這個涉及到 你要比照全國啦 不可以說你想怎樣就怎麼樣 不是啦 我告訴你 我們縣政府 所以自行規定了啦 我們也打給人 我們不可以這樣做 對 如果屬於 我們宜蘭 我們昨天我們就宜蘭先 我們掛牌在一個辦事處 在那個沖繩 你知不知道 對不對 這要掛數點嘛 我們宜蘭過了 我們也要自己獨立啊 怎麼樣 那我們林大縣長說 我們是宜蘭頭啊 我們要衹著宜蘭頭 我們先實施 好不好 我們宜蘭頭嘛 我們林大縣長說的啊 我希望您趕快做啦 再來 就我們國中小現在學子越來越少 那各個學校的閒置空間 總共有多少 你們去調查 閒置空間 好沒有現在找不出來無所謂啦 在會後呢 其實各個學校的 閒置空間 閒置空間 閒置的教室 那他哪去做什麼用 要是說他有去佛服啊 做什麼用 也一併 齁 在整個調列出來 齁 啊再來 現在他沒有在用 還是做成考什麼 你要想死的 和列出來啦 齁 在整個各個學校的 閒置空間 齁 是不是在那個會後 不行 好列入紀錄 好 好列入紀錄 好 我覺得你要想這裡 我也去搜查 啊要是哪個學校說 他沒有時報的話 我相信說 那我們這個是水管 學管課還是哪個 好你要去 你要去搜查一下 到底學校 用處理應用的情侶怎麼樣 我們要去核實的雜販啦 啊有的學校就是說 他有閒置空間 他拿去他用 啊容易他用 我們抱我們這邊 好 我希望說 在整個我們教育室這邊 一定要詳加的 列館 查查啦 好 再來 就是說 現在非營利 幼兒園 你說三年啊 八年要增加八千 三年 好 啊三年的時候 非營利幼兒園 我們說實在 不要跟私立幼兒園 跟人家親生理啦 應該非營利的幼兒園 應該在偏鄉地區 那偏鄉地區 需要照顧的幼兒園 去那裡做才對啦 不管在大都市地區 請說你羅東 宇蘭 郁蘭 郊西 各個地方 要是說有私立幼稚園 他們人士就不夠了的話 欸 你還要非營利幼稚園 還要開設 我覺得是要偏鄉去開設 市長是不是這樣比較方便 我們會針對區域平衡跟工序的地方 去做 去做處理 市長 對於這一件齁 對於這一件齁 非營利的幼兒園 你那鄉地區 不要跟私立幼稚園 低啊 跟人家親生理啦 那實在沒意思啦 再來就是說 我們實驗 現在試學習制 現在我們哪個學校在辦理 有沒有 呃 慈欣 人文 喔 職業有那個 兩個公辦民意學校 公辦民意的學校嘛 是 其他人我們公辦的學校沒有嘛 目前都還更 你認為這樣好不好 你越民不是嗎 三間啊 越民是公辦民意 但不是試學習 好啦 那慈欣法的公辦民意的學校 他們的教育體制是不一樣 所以說他們試學習制 我覺得是可行的啦 因為學校的 他們的學生家長跟 老師他們配合的密切度很好 啊你們不能說 為了說 欸 慈欣 慈欣法都有 他們在試學習制的 人們說他們的教學不錯 我們也說 我們全國做台灣頭 全國手上試學習制 我們也不合適 啦 那是說 學校跟老師跟家長 他們全部都很習慣這個教學制度了 對不對 他們學校 為了一個小孩 學校 為了一個小孩 學生家長 為了一個小孩 他寧願來這裡 頭腦死死掉都來背影 那是不一樣的教育體系啦 所以說齁 我希望說 對於整個齁 我們那個試學習制 不要再提啦 那要再做台灣頭齁 做台灣頭齁 就是說 把代理教師齁 這個齁 薪水把它補足 不可以發十幾個月這樣 恢復正常 恢復正常啦齁 再來就是說 我們宜蘭縣喔 現在整個在 學校齁 在吸毒的人口 學生啦 對於那個 吸食肚皮的 你們有去搶這裡查查嗎 還是怎麼要防範 有關學校 學生用藥的部分 我們有三級機制 如果說有 尿塞過後有 陽性的話 就會啟動 村輝小組 好啦沒關係啦 處長 對於現在 我們吸毒 人口年齡一直下降 我相信說 在學生 可能在 學校國小 也有一些 一些的人口 我覺得 我們教師 還是學校 一定要用心去 其實觀察一下 就知道 要怎麼 跟家長 關心一下 學校主動的去出擊 因為 縱然就是 學生跟家長 學生家長 可能是老師 跟學生 這上課期間 還是怎麼樣 他會逼了解 逼 逼學生家長 還更了解學生 我覺得 我們要從 落實從學校 教育開始 那區域事件應付 我們 老大 你怎麼找 我沒辦法 沒辦法 主期 各位院同仁 還有 處長請坐 處長 我看到你的工作報告裡面 很豐富 裡面 你認為他的交易成效如何 是好 是壞 你的工作報告 一大篇 你認為成效如何 好 還是壞 請答案 謝謝 陳議員的關心 教育處的業務面向很廣 業務內容很多元 那原則上 我們會朝達標的目標去努力 當然 好 我們會朝更好的方向去努力 好 其實我看到都是 請坐 我看到都是數字 但是它的效果都沒有寫 是好是壞 都沒有做檢討 我認為這個工作報告 是有帶存疑的問題 希望 教育處 雖然你的業務很雜很多 希望有好有壞 好的繼續發揚 壞的你要做檢討 好不好 再來請教處長 延民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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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了 我們兩個 延民鄉還有 平地燒包 你要如何實施 你要如何實施 好 請到 謝謝陳議員關心原住民族教育的問題 那原住民族教育分兩個面向 一個是一般教育 一個是民族教育 當然在我們的一個系統上 有原民會 原住民族委員會 以及 你賣股有沒有開 有 教育部 那在我們地方 當然 教育處這邊 跟原民所這邊 是一個協力的單位配合 那重要的是 讓原住民學生 他能提升學歷 以及認同民族文化 這件事情上 我們需要培養 這樣的師資 能帶領孩子 培養這樣的一個概念跟能力 這是雙向雙軌 必須去合作的 好 請坐 你是不是可以把 就是 嚴明教育請坐 嚴明教育 包括兩個 嚴明像 還有平地雙胞 的計畫 如何實施 把在現場執行前 拿給本席 可以不可以 可以 要不要列入記錄 好 好 我再請教你問 一個問題 現在五塔國小 要實施什麼教育 剪刀 混零跟民族教育 那什麼時候開始實施 他們現在已經在試行 已經開始辦了嗎 在試辦 那如果是要提 這方面正式的實驗 學校形態實驗教育的話 他們是提計畫 是希望在106學年來實施 那現在我們針對他的計畫 在輔導當中 沒有 那你們教育處有沒有去輔導 我好像都沒有看到 我好像都沒有看到 我們對兩個圓民鄉的一個支持跟輔導 非常的一個用心 好 請坐 再來問你 今天 今天是 這兩天是 泰亞子運動會 我們教育處 有沒有派人去管理 有沒有 不知道 那你都不關心我們 臺亞子運動會 臺亞子運動會 也是 嚴明教育的一種 體健課 好像有 課長 專課長好像 有一點 慢動作 我希望 我希望 不管什麼 活動 包括 嚴明教育的活動 希望 交易處都能夠去關心 再來 防災交易 尤其我們南澳 靠近花蓮 經常地震 這個防災交易 一定要實施 不管是南澳 我們宜蘭縣 好 感謝 成效人員 報告登記花蓮的次序 32號 10號 13號 17號 21號 9號 11號 16號 31號 26號 28號 5號 20號 30號 19號 15號 14號 6號 25號 1號 23號 18號 現在老長很感人 最後一個 好 繼續我們邀請 胡秋林議員 我們教育處 曾代處長 各位的科長 主席 各位同仁 大家早安 大家好 好 處長今天幾月幾號 今天11月11號 好像有一個很大的 重要的事情 你知道嗎 沒有啦 跟關關不關的 那個 今天好像是我們的勞工的這個連續假日要放假嗎 對不對 那 老師沒問題 好 那但是幼兒園的這個教保員 他是不是要放假 就你所知現在你所管轄的我們的這個學校的附設幼兒園放假的狀況是怎麼樣放假你說一下 好 請答覆 因為他涉及到勞基法的規定所以是有勞資雙方來協調 對啊 那我現在問你 因為 當然校長來做決定啦 但是你應該要了解吧 那現在是怎麼樣放 大概大家都能配合學校的運作 儘量就是以兒童的服務 紀念不放假 儘量 紀念不放假還是儘量不放假 儘量 就是儘量還是以 對 那如果他要放假怎麼辦 但是如果說他今天來什麼當然我們還是六個月內可以給他做一個補假 又是讓他補假 配合政策啊 把相關的資料齁 在縣長總執行之前 把今天各校的處理狀況 放假或者是怎麼樣的方式 包括我們的這個儲工 他也是一樣 他也是包括勞工 他也是勞工啦 怎麼樣的處理方式 怎麼樣放假方式 把資料送交本席 那 再來我想剛剛齁 陳沐喜議員在提到的這個代理跟代課的一個問題 那其實 要你嚴格說讓這個代理老師讓他是十二十個月領族喔 我覺得是技術上你們應該可以做得到 因為我們現在的代理老師簽約都是從九月一號開始簽 簽到第二年的六月底 所以原則上就是最十個月嘛 所以 這個跟中央的政策有沒有關係 還是我們自己的 處長說一下 請答覆 請答覆 實際天數 實際天數而已嘛 對 對啊 然後 到幾月幾號 七月一號 對啊 你技術上 你就是讓他年資 就是說他的年資是有的 但是 薪水有沒有 沒有 沒有 這誰教你們這樣做的 我製造制度就是一直長期來 這個有這樣的規定 應該是 代理老師就這樣簽 今天如果是正式老師 你會怎麼做 你一定是在八月十五之前 就從八月十四開始入這個正式進來 因為十四號進來 他就領一個月的薪水 對不對 是不是這樣子 你不知道 八月一號 沒有 在十五號之前就是領一個月的薪水 有啦 我八月三號到十五號國中 我就領一個月的薪水 現在應該有改變 那現在改變了 你當時是逸鈴 什麼逸鈴 要繳回 沒有啦 他就是說 在用區分過半以後 以後就是半個月 半 一半之前就是領一整個月 所以 這一個代理老師他們的權益 當然 你認為說 他的年資都能夠做銜接啦 但是他的這一個薪水 並沒有辦法 就是領整個月 那勢必就中斷了那兩個月的 那個 沒有辦法領期兩個月的薪水 所以這個部分 我們有待 要再去 儘量為他們來爭取 把這一個 簽約的這一個月份 能夠提早 往後延 其實 你說 薯教他還是有事情可以做嘛 開學之前他還是要做備課啊 然後 七月份的話還是要整理他這個成績的資料啊 都是可以 不是沒有事情做 學生沒有來 不是沒有的 所以這個部分我們來努力 可不可以 好 你請坐 再來 提到了這一個 幼兒園 我相信 這個也是 蔡英文總統的一個一個政策啦 他要希望呢 這個姓吳依然友善育兒成啦 那 目前我們知道我們的學前教育 他的這一個 呃 發放的是以 五歲的這一個學童 一個學期發多少 好 請搭 五歲是免學費 他如果讀私利呢 呃 一萬五 對啊 我就問你這個嘛 因為你公立的話 你就免費嘛 但是私利的話 你就是發一萬五嘛 這只有五歲啊 但是今年我們發現很多的問題 就是很多的學童要進來讀 我們的公立幼兒園 三歲要讀的時候 沒有沒有那個 沒有班級讓他進來 所以就發現了 發生了很多的家長 他的小孩子 沒有辦法進到公立的幼兒園讀 包括復活社幼兒園 但是我們的幼兒園的比例 我們的公私比 就是公立的跟私利的 有一定的比例 那這個比例是多少 全國他教育部的目標是四比六 那宜蘭還是五比五 四是公立還是私利 公跟私的比例 公是四比六 對 好 那我們宜蘭呢 五比五 五比五 那就是說公立的比較多了 對 我們的那個 目前的比例是比全國好一點 好 那就是這個 對我們宜蘭縣的這個 幼兒的一個福利 但是我們現在又要來把這個 因為小孩子 學生找不到公立幼兒園讀 所以我們要廣設 所謂的這個 非營利的這個幼兒園 對不對 是不是這麼說 有這樣的計畫 有這樣的計畫 那我們目前 宜蘭縣 非營利幼兒園呢 還有我們的 西南西北 西南西北 西南 西南是在哪裡 西南在大引國小 西南在大引國小 西北呢 西北呢 西北大湖國小 西北呢 西北呢 幼儿园 那这个非营利的 它是属于 我们自己办呢 还是谁来办 一样委托 委托公益法人来经营 那对于这样的一个 非营利幼儿园的设立 你有没有去了解 在当地 它的公司的这个比例 是不是已经 我们没有办法达到 我们的宜蘭县 目前的平均值 5比5的这样子 所以我才要设这个 非营利的幼儿园 投诚 宜蘭 罗东 对 它的公司比 公的比例是比较低的 罗东 宜蘭 宜蘭 投诚 所谓的公司比是 公利比较多 私利比较少 公利比较低 比较少 所以 比例比较少 你看宜蘭市都会比较少 你为什么还要在设呢 其实 非营它是介于 私利跟公利之间 在 好了 我们先讨论一下 公营的 包括了我们学的 富社幼儿园 还有 私利幼儿园 对不对 那现在这个 以宜蘭市来讲 公利跟私利的 公利的这个 学校妇幼 跟 这个私利幼儿园 他们的数字 跟私利幼儿园 有没有达到一个 1比1 现在是3比7 3比7 什么是3 公利3 公利3 私利7 那问题是 那学校妇又 为什么不能广色呢 还是 还是那个 私利幼儿园 没有办法广色 问题出在哪一个阶段 目前 私利它的一个 收拖数 是比较满的 所以他没有办法再增加收拖 那 私利的收拖比较满 为什么会比较满 他已经 因为他 他有照他的 他可以开 但是他没有开 是吗 在我手上的资料里面 是 按照私利幼儿园 他的核定是670个 但是他现在实际招生 只有377 他的就读率只有56% 这是我手上的资料 那 表示说宜蘭市经营不散了 他这个福利不够了 是不是这么说 因为 学校妇幼的话 在宜蘭市看到的是 就读率有97% 那江冲淹市长是不是要努力啊 这个部分跟议员报告 关于宜蘭市托幼儿园 他收拖人数 核定数 跟实际收拖数的落差 那在我们教育处 业务 跪到教育处之后 我们去实际看过空间 其实他给的空间 给幼儿在活动的那个平衡的部分 是比较高估的 所以我们将来会去辅导他们 看是不是要下修 那就是说670是太多了 我们看他的空间 如果这样的话呢 如果你在下修 势必会就又让这一个公司的比例 又会失衡了 对不对 所以 那这个时候你想办法要怎么办 是不是在学校的妇幼来加强 所以如果说 学校的妇幼跟飞营 这是我们双轨会去思考的 不是 因为你飞营率的 当然你的这一个利益是良好 但是按照公部门的立场来讲 你绝对不能把这一个公的比例 因为公司比例不够 所以你要用非营利的这一个幼儿园 再来增涉 你是应该是在 学校妇幼里面去加强 来增涉 多开班 对不对 是不是这么说 在跟议员报告 其实在这几个地区 我们要去努力的 因为那个 势利业者也有这样的一个意愿 不是 现在我们不管势利业者怎么样 现在我们讲的是我们的 这一个幼儿园这些学童的一个 就读的一个权利 我们不管势利业 势利业他可能有盈利的这个 我说好那我这一个盈利 我就就就吃到他们了 我就不管这个 但是我们要考虑的就是这些 学童他的就读的一个机会 他你功力要多设嘛 按照你刚刚权限来讲 5比5 但是明明我们的功力 又也没有达到这个数嘛 那我们的副佑是 这一个学校副佑 这是在你的管辖之内 你是不是要多征班 我们会去检讨各个区域 对啊你要检讨这个区域 而不是去再去做委托外面的 非营利的 我们一定有很好的一个 教育的环境跟我们的设施 为什么不能征班呢 可以征 但是我们目前比较急迫 评估出来是教系跟五节 所以我们会 不是啦 你不是说针对哪一个乡镇 但是对于这一个 所有的乡镇里面 他的比例没有达到5比5的 你就应该要怎么样 要增加这个 学校副佑的这个 这个班级数啊 可以做到吗 因为非营它也是公共化 提供的一个模式 处长我不想想 你是不是你也在这些做副佑 你没想到你会给我非营利来做 我们学校有很好的一个师资 我们为什么不能用非营利的 不是不用那个学校副佑来来来来开班呢 不可以吗 不可以吗 呃我们会去审慎评估 审慎评估什么东西 就是以 呃增加 你的目的不是应该是5比5吗 是 对啊 就用这个当做一个目标嘛 嗯 对不对 你不是说哦 我来那个 有什么的考量 或者是啊 我就不 我那边没有学校 在没有达到5比5的这一个 这一个乡镇 你就是要想办法让他 他的乡镇的公所没有办法达到的 我们就用 我们的副 学校副佑来来征班嘛 不可以吗 呃 如果没有非营的一个财团 关于老人愿意来 我们就会在学校征证 我现在不要在这个非营利那边打钻 我要呢就是你个公司的一个比例要平衡 在 现场同志之前 把所有的各乡镇的公司的比例 哦 妇幼 还有这乡镇公司 呃幼儿园 还有这个私立幼儿园的数字 还有 学统的元素 实际上的 还有这一个合订的 跟就读比例 送交本席 我在跟现场讨论了 这个不 因为我相信大家 问过你也是 如果你要在非营利那边来挂钩 不用我不用 我们就用 让这个比例 让他达到一个一个一个 一个标准就好了 可以吗 报告议员 我们没有独后非营 哦现在好不管 不管你是独后非营 或者独后私立 我都不管 但是我就是对 对了学统的权利 我们来探讨了 好不好 好 好 你请坐 再来哦 呃 前一阵子 为了这个元三国中的 那个篮球队的一个问题 也吵得非常痒痒的 那其实这个部分呢 我把我们要 我比较专 关心的就是我们 专任教练的一个 编制的一个问题 那现在目前 对于这一个元三国中的 这一个篮球 这一个 他去年 他今年得到这么好的一个成绩 他的专属教练有没有 呃 报告议员 那个元三国中他 呃 学校他选用 选聘的一个专任教练的专项 现在我不止谁 但是我现在就是他 让你们这个专任教练 嗯 有一位 我们现在不找 不 我们不钻对哪一个人 嗯 但是现在就说 这个学校有这么好的成绩 嗯 他的专任教练有没有 有一位 有一位 现在又用什么方式聘任的 正式的运员 运动教练 正式的运动教练 但是在你给我的资料里面没有 我只看到了 那个那个什么 语球而已啊 那呃 刚刚议员关心的篮球的部分 目前是用呃 社团以及那个 所以 欸 处长 我在讲 我在讲当你跟他讲谁 我问你篮球教练有没有 你说有 因为他的体育班 他到底有没有 可以发展三个项目 有没有啦 那学校 蓝球教练有没有 没有 没有 学校选拼的专任教练是羽球 对啊 还是羽球啊 是 我 我 请我请你 你说 那个 主席 对吗 有 教练啊 你要知道 因为那是哪个球 拿出来的生质 你拿出来的专任教练 那个学校校长 就是有问题啊 对不 你应该你也要知道 你知道吗 那个教练一家月 在那个地方 要花多少钱 买一台车 让那些学生养 又买一间房子 让那些学生养 结果他一家月 贪不三千块 但是他不是为了钱而已 你知道吗 你也要想说 他这个 学生 这个教练 是为了这些小孩 在打拼的 不是为故事而已 他都说 花六七百万 要来这里又买一间房子 里面又中逢 那些小孩 如果运动 中逢 要去比赛 有什么困难 经费 都会他 他正宿的 教练啊 你 让我了解一下 这个教练怎么可以 因为 这个名字 是全国 打到阿军的 他有这个 篮球 这个专任教练 结果你拿去 他去找去 对不 他找他人嘛 对不 公司无分啊 不可以这样啦 我告诉你 你要做到公图 就去处理啦 处长 你听到我们的这个 黄毅远他的重点 其实 一样的 我们都是为了这一个 这些的 篮球的这些选手 在请命 因为他既然有这样好的成绩 在我们的这一个办法里面 也是有 我们在各项的 这一个成绩里面 拿到很好的成绩 我们的这一个 依照国民体育法里面 我们就应该有这样的一个 专任的一个教练 对不对 是不是 师长 我们针对 我们针对 演唱国中 现在我们不知道针对哪一个 现在就针对我们说呢 对于 前国中整运动会 跟前国赛事 有成绩表现好的 应该要有 这样依照国民体育法 第13条 应该配置专任教练 这是不是应该要有的 有没有 那我们有没有 你是因为人数 压力 不然我们会变成这样 快点啦 包括议员 学校的部分 我们会去督导跟辅导 那 在调整 重点项目 以及成绩表现的部分 我们也会去掌握 以及区隔出来 那因为 今年的成绩 并不是说 马上就会好 对 他必须长时间的训练 所以 这个教练的这一个养成 跟他的这个安排 一定要非常的重要 而不能看说 这一个 他这三项 我只要有一项 给他就好了 所以他就应该到的事情 这会造成很 这会造成很 所以这个专任教练 不管哪一个学校都是一样 成绩好的学校 我们就应该要让他 有一个专任教练 来确定他 好 你书底下 看起来 你把这个事情处理好 什么 那籃球 拿到第二名 去冲个羽毛 羽球 夹了得分送给他 这样不行 好好检讨一下 继续我们邀请 黄树勤也 主席局处长 各位同仁 各位联络人大家好 我这边想要问那个 宜蘭县高级中学免试入学 超而比序的项目积分 在105年11月3号的公文 是发生了什么事 局长 好 请答 报告议员 议员关心的是那个竞赛积分 调整 5分调整成3分 是 这是我们针对这几年来 大概我们国中生入学的一个 适性的一个结果 那我们发现大概 应用那个竞赛积分 去拿到比较好的一个入学分数的 一个情形 大概都会超过三分之以上 尤其有点在项目间有点失衡 那再来今年的一个入学之后 有召开举办了两天 五次的一个说明会 四次的说明会 那听取 一个条件 然后如果是 学术倾向比较不明显的孩子 进到普通高中系统的话 他在学习上适应 会产生困难 那学校在辅导上 也会相应的 会要更着力 所以这是一个 大概我们看到一个入学制度 要去微调的部分 那五分降到三分这件事情 为了不影响目前三年级学生 我们大概综合一个时间点 适用今年二年级的学生 因为今年学期是刚开始的 对 那这个我想这个时间差上有压力 第一个就是说我们是以奖状日期为主 还是以比赛日期为主 我想说因为有些人他奖状也还没拿到 那有些人是在现场就拿到 有些人是奖状拿到 是比赛后多久拿到奖状不知道 所以我想说这个差距可能要拉近 那第二个 那个很多家长完全不知道这个模式 所以很多家长在乎他的孩子是因为这个比序 需要有一些成绩 所以他们很努力 但是他们没有收到讯息 没有收到讯息 那我想这在教育处应该是特别的 任何的政策改变一定会有压力 不过就是说要让大部分人都知道 因为最近有点压力 那我这边也看到 1010年县府的施政民调推动国中小教育 满意度62 然后不满意度13 没有说明任何的意见是24 那这里面真的有压力哦 我不晓得这个发生什么事情 那请那个处长 打我 我先报告议员之前的一个关心 第一个我们是用比赛日期来采集 那在一个新的年年度 那你这样讲 是不是我们可以以文道为主 因为比赛日期它有时候那个 它那个奖状 因为我们并没有印信规定 所以有时候奖状是在我发出来的时候 我印出来的时候 所以这可能你再确认一次 我们会在那个要点里面 去定那个时间点 或者比赛日期它同样 我可以提出来说 我这个奖状是跟那个比赛是同一个 所以不是用文道为主 这样好不好 我们会用有时间来提格 那这个可能你们再确认一下 那没关系 这个我只是跟你讲说 那个市政民调这个在满意度62 在叫那个国中小教育这上面 绝对会被打个很大问号 那你们一定要给我会后相关资料 因为这个比较冗长 那个厨长请坐 那这边针对那个我们教育品质管制 我们有辅导跟淘汰机制 那我也发现很多不适任教师 但是我们真的没有能力去处理它 怎么办 怎么办 我们会依据不适任教师的一个那个作业要点 那些作业要点完全处理不了它 怎么办 我们会有辅导团 把相关的一个试导 还是没有办法 还是没办法处理它 那如果真的真的不适任 那我们还是必须以启动不适任的最后的一个 至少不要让他接触我们的孩子好不好 真的不适任 好 请你去了解真的太严重了 那还有就是说 我们学校有 这么长久以来 宜蘭先生还不错 我们特色教育特色的学校 或我们很多的亮点 那我们也做了很多 也看到了 那我们在预算编例上 是不要齐头式的一致性 好 虽然你说 他们亮点起出来相关计划 你们接受 教育处接受 但是不是可以说 你在特别关注哪些学校 人家校长真的很用心 我想校长那么多 那处长你当那么久了 应该也知道 有些校长真的非常非常努力 非常用心 但是他所接触到的所有的标榜 所有的经费 跟大家没有什么差别 所以不是说 当他是这么努力 这么认真 这么用心的时候 我们在教育经费编列 或者是相关赞助的模式 是要不一样的 因为我们虽然没错 县政府是一致性 但是针对真正用心努力 有亮点的学校 真的要特别协助跟资助 您请坐 您请坐 那还有就是说 那个我们针对那个 我们特殊境遇的家庭或孩子 交易处 虽然有相关的相关协助模式 是不是针对家的 我们再从头再查查 因为今年的景气真的很不好 明年我相信也不会好到哪里去 针对这些孩子 包括他们家 可能有一些吸毒的 有些爸爸妈妈就是爱赌博的 不在乎孩子 甚至真的找不到工作 是因为社会压力找不到工作 找什么都没法理 或阿公阿嬷在照顾这些孩子的状况下 如何让这些特殊境遇的孩子 可以真正受到我们在乎跟关心 这要重新查查 那请教育处 特别在追踪 那还有一个就是 我们针对106年的全运会 那我们取得承办权 请问处长怎么处理 我现在目前民间团体都没有感受到 有哪个团队在启动 那请处长 好 建党 为了应应宜兰106年举办全国运动会 那我们有成立一个筹备处专责在处理 那目前有31个工作组 那有目前设定有33个项目 那必须在46个场馆 那这个动作都 相关的筹备工作都照节奏在起 好 处长 你希望未来我们在106年 那个时段到现在 有呈现什么东西给全国看到 看到宜兰 是 现在到将来 对 你希望他到时候可以呈现什么 让他们看到宜兰 宜兰有多少东西可以让人家看到 可以显示多少东西 不只是交易处的东西 王一元的意思就是说你现在慢慢的 你要大家宜兰 撒去哪里 让人家看到宜兰 不只是教育方面的 不只是运动方面 人文 素养 各方面 宜兰县的所有可以呈现出来 我想这是我们在乎才有106年这个东西 那么我们自我定位是106年 宜兰是一个执政政策的一个凝聚点 那所以我们延续当年81年的乡下人办喜事的精神 那今年我们希望用款待 就是宜兰人的热情跟自我价值 特别是在 他们看到幸福宜兰在哪里 那您请坐 那我们延续这个话题 就是说您心中的教育价值核心在哪里 您在教育界走了那么久 那您也很很严肃的面对这些教育 那您现在是代理处长 那我们未来处长在哪里不知道 所以我们我想问你说 因为您很认真 您心中的教育价值核心在哪里 那至少代理的这一段时间 您要带领我们的教育目标往哪里走 听到 好 跟黄远报告 我自己勾勒的宜兰孩子的蓝图是 允文艺允武内运而外华 当然在这个图像底下 我们要去努力的学校现场 我们希望宜兰的孩子具备有 阅读的素养 艺术人文的素养 以及公民的素养 当然在学校现场 我们希望基础教育阶段 孩子能让他每一个孩子都具备的 一个学习跟实践 第一个要有阅读的习惯 然后要有带着走 然后再来是一个运动 因为运动是强健的体魄的基础 那再来就是一个学习 那在自己的优势上不断累积 不断累积去发展 那再来就是服务 因为只有能服务 然后才能产生利他跟共好 这是一个将来培养一个公民 必须从小慢慢帮他累积起来的 那在现阶段 因为是代理期间 那我尽量能做到能努力的 我带着同仁 我们伙伴都很努力 所以也希望议员鼓励 那在这段期间包括 校长主任老师的征选的制度的一个盘整 那整年业务计划的一个整合跟盘点 因为教育处的业务真的很多 整年下来这段时间我看到大家都忙在 包括第四季太多活动搁在一起 那这个东西我就觉得都需要从业务面去梳理 不管是纵向的横向的 所以我努力去去达成 好处长你请坐 我想处长你是有心的 不过就是说你一定要告诉自己 我是处长 而不是代理处长 因为你真的有心 那我也想问你说 像您谈的那么多 宜兰县那么多 然后但是我们发现 可能一些校长征选制度有压力 因为已经政治化了 然后学校有一些特殊老师 我们没办法处理 然后外围一些包括吸烟吸毒 相关的那个外围 不管经济压力 不管是负贫 你怎么让我孩子有梦想 这我想应该就是我们在同感同理之外 我们希望我们酝酿一个 一个塑造一个给这些孩子 很有未来的环境 但是我们现在这个不是看到很清楚 我也不知道在哪 好 是 我给樊远报告 我想我们可以着力的一个面向是 从老师从主任从校长的一个 自我价值的一个提升跟培养 因为有领导培养的一个师资人才 才能培养我们的孩子成为未来的人才 具有未来生活的能力 所以我们会从这个系统下去去努力 那拉高我们的老师 我们的行政我们的校长 具有领导者一个治理学校的高度跟宏观 因为如果他们没有这样的企图性跟高度 其实没有办法带给孩子相关的一个观点跟视野 那我建议几个学校 或者你去访查几个学校 校长为什么可以把学校领导这么好 第一个他一定要跟老师同理同感 第二个要常常跟老师做谈谈话 第三要跟家长委员们 所有事情要共同商量共同来面对 因为有些事情有可能是 我当校长我可能跟某些老师 key不对 那由家长委员或家长出面 那其他共同来 我想这个是 就说像处长跟 跟你的那个员工们一样 一定要在乎 学校也一定要在乎 学校老师跟家长们 但我是说 你把这个感觉 酝酿出去 因为教育处 这么多年来 六年来 我觉得教育处真的很辛苦 常常10点下班 甚至很多人不来这个单位 但是很多很多的科长还是坚持 一定要把事情做好 尤其我们女性 快快走吧 男生也有啦 我真的很觉得他们真的很不容易 那我想说 106年之前 你们绝对会非常非常忙碌 共体时间啦 因为要让宜兰更有亮点 宜兰真的是不错的地方 所以我们常被攻击 虽然宜兰有些地方要检讨 但是是不错 那您请坐 所以我还是要请 那个我们教育处 所有申请中央补助相关的内容 目前还没有给我们订案的 目前还没有收到赞助经费的 请再追踪再追加 假如有哪一段有问题 我想我们现场有很多人 中央还有一点点 那个好朋友在 我们可以共同来追追踪 那第二个就是说 我不想罗东网球场跳电事件 现在目前现况怎么样 那请厂长 好 请打问 包议员那个 您说指的是棒球场的部分 对 那个 在那个 今年的7月21的时候 那天晚上的那个六大灯柱的第二灯柱 因为有一个电容器 它的那个异常故障传回那个中央控制器 那中央控制器那个 为了安全保险起见 所以它启动了一个就是整个熄灭的 强制关闭的状态 那在当下我们立刻处理完毕的话 包括复暖 因为那个高空那个照明 高压照明再重新关闭再重新开启的时候 必须要有一个冷却 然后再复暖的放作 那个厂长好 所以是15分钟 棒球场跳电事件 不是只有那一场棒球赛 是 好 这六年来常跳电 那您的任务 我想我应该也是联络个几次了 是 之前的厂长也联络几次 是 不是只有现在发生 所以这个很重要 我不晓得你们完完散了没 是 那只要还没完成 尽快争取经费 是 这个真的六年了 以前多少年我不知道 好 那您请坐 好 谢谢 那还有一个就是说 呃 这也是体育场的事情 我其实上次要讲 忘了讲 那个我们公文发下来 就是说 在年假期间 当时有写说 105年春节除夕到出世 路边停车场暂停收费 但是很不幸的 那个 罗东运动公园还在收费 那我在猜 他还开单子 我人刚好在现场 所以我就说 发生什么事 为什么你们的公文 跟现场执行命的人 差距这么大 是 跟议员报告一下 因为那个 罗东运动公园 是属于路外停车场的部分 它是 它不是路边停车场 是路外 那路外部分的话 再加上就是那个 停车场 什么叫路外 呃 停车场有分它的 就是设置的位置 是 区分为路边停车场 是 跟路外停车场 那网球 网球练习场旁边那个是 路边还是路外 路外 那叫路外 对 所以我觉得好 你这样讲我更需要讲说 你路边停车 这是宜蘭县政府发的公文 然后他们外包是 是 是你们宜蘭县政府发 发包的 所以为什么会差那么多呢 什么叫路外 我听不懂 然后你告诉所有人说路边停车场 大年初一到初是全部免费 但是你竟然在您的管区内要收费 我不知道那什么状况 好我想这我们罗东正的模里长很在乎 好 好 这样好不好 您竟然要发 那不然就说好 我依然宜蘭县管辖都不要 都要收费 其他都不用收费 那我接受 我接受 好不好你请坐 好 好 那针对教育处最后一个议题 我们所有教育处管辖的承包 承包出去的 或来 或来标售的任何物品 有没有负贫 我不晓得这是哪个单位的 我们所有承包出去场域 承包出去的空间 或者有收费的空间 有没有被负贫 有没有办法改善 这个不要处长 这个其他人 我 一定要在租庄搭吧 其他人要怎么搭 其他人管辖 他很清楚 他的意思就是说 你们承包出去的哪些场地 承包出去的 有买卖行为的单位 或者有收费单位 有没有被负贫 负贫很久了 都没有人去理 然后连外线市都来Facebook 一直上网说 我们买了东西很贵 这样好像更清楚了吧 好 没关系 那这个你们去查查看 有没有我们 我们承租出去 或 或被标售的单位 或者是 什么方式 他只要有金钱买卖 被负贫的很严重的 我们一直到目前没有处理的 那请教育处去查查 再给我相关资料 那最后一分钟 就送给大会 谢谢 好 感谢 黄淑琴的员 继续 我们邀请邱家敬的员 各位主持人 各位主持人 副议长 曾代理处长 各位科长 还有各位同仁 各局处前 大家早安 处长 你很辛苦 我们文前处长 留下了几个重担 都要由你来收拾残局 处理得好的话 可能会对我们未来宜蘭县 在办理教育体育相关的面向 会让宜蘭县 会得到很多正面的评价 那处理不好的话 可能也会把你脱下来陪葬 我首先先来说全英会 明年的全英会 专题报告的部分 有提列要教处这边做专题报告 我希望教处这边好好准备 我现在要请教育处 全英会的部分 目前 有几个单项 要在外县市比赛 请简单答复 好 简单答复 目前有七项 游泳 自由车的场地赛 涉及马术 现代五项 保龄球 这五项而已吗 七项 那棒球呢 棒球目前我们努力 让他留在宜蘭举办 可是以我看目前的进度不可能 场地不足 我们最近就会找中央主管单位来协调 那明年要办了 今年已经105年年底了 经费让你核定 你要施工到好 哪有可能 天方夜谭啊 那一个场地 那一个场地 我们目前大概评估出来 比较适宜的场地 他只要做一个 简易设施 整理 那是预赛的场地就对了 对 好 那再来 我们罗东的主棒球场 7月21号 跳电事件 全国 啼笑皆非 这是全国的笑话 我记得我在两家的单位结束的时候 我都问我们教育处 那时候我们处长还有厂长都保证 没问题 没问题 绝对没问题 一定准备好 为了迎接职棒来宜蘭丘比赛 不知道花了多少的人力资源 结果 当时候 花了那么多的金钱 在做场地的修复 还是要出状况 处长 我知道跟你没关系 那你认为 这么严重的疏失 我们内部 是不是应该做内部检讨 是不是 是 有检讨报告吗 有啊 有没有检讨报告 就那次事件之后 影响多大你知道吗 后来的职棒客人 没人敢来宜蘭比赛 我在三年、三年、四年前 我用青少年棒球发展社会 办一个全国的青棒比赛 夜间比赛 当时候宜蘭县的棒球界 就跟我提醒说 那个场地 夜间比赛绝对会出状况 我们调动了两部 大型的发电机 才解决那个晚上夜间发电的问题 所以我在两次的 单位执行的时候 我都特别的提醒 一定会出状况 结果你们都没人要听 真的出状况 那你怎么办 厂长 叫厂长报告 厂长不再报告 厂长的问题要还有 厂长 厂长你认为这个部分 明年全英会不会出状况吗 还是明年全英会 就没有夜间比赛 我想楼洞运中公园开园以来 已经也经过几十年 那有些设施的老或者是必须添购 添制增制是必要的 那最近我们也向中央来争取 它转型成为一个职棒可以使用的一个长设厂 所以我们绝对会有一个规格设备标准的 一个要去改善跟精进的空间 那这个是我们要去努力跟做到的 跟人这样说 多东棒球场 其他这边设备不讲 我们要成为国际型的棒球比赛场地 两个重点 第一电力设备要全部更新 第二外野看台一定要重新 来做一个设置新建 这个部分前内政部长余政县 来宜蘭跟我们棒球界体育界座谈的时候 有提到 宜蘭县政府需要帮忙的时候 他会协助想办法来 完成这相关的设置跟建制 那我希望说 这相关的改善计划 应该在明年全一月之前提出 还是目前已经有了 目前已经在规划 规划 什么时候完成规划报告 知道人打 厂长打 知道人打 谁知道谁回答 陈丁余知道吗 陈丁余知道吗 报告议员 有关议员那个建议的这个就是 电力系统的部分跟座位的部分的 这个在我们那个塞后8月的时候 就已经有全部进行那一个 就是整个需求的那个咨询评估 评估完毕之后的时候 有分别在9月跟10月 有像那个就是体育署那边 就是提报这样 这两个那个需求的那个补助经费 已经提报了 是有提报 那核准了吗 那个 会后我们再跟那个体育署那边 再确认一下他们最后 因为我们也有在跟体育署那边配合 是不是说 就像我们刚才 处长报告那边说的那个 就是跟那个中央积极争取 然后我们有做这样的一个整个的处理 好啊这样 那个 长大人你先请坐 副长 是不是这样 邮官罗东棒球场的相关的改善计划 的案件的经费申请 他们说计划都好了 相关的改善计划经费申请案件 于县长实证总实行之前 含复给议会 这个问题不是仅影响到 后面输用的丹尉而已 明年的全运会以后职棒来宜蘭的比赛 我们宜蘭官几个年来 已经很多客户 拿到全国很好的成绩了 所以我希望说 我们宜蘭官政府一定要 把所有的丹尔地都做好事 共遇散其事必先利其次 这是很基本的要件 但是我这几年都处理得不好 我希望 市長你更辛苦 把这个问题 在你任来 这段时间来 快完成 利用106年的全运会 所以冠警把地方提出了警卫来做处理 好 再来 如果民间的私立幼儿园 每天都关起来 以前全盛时期七间 七间 现在没有百间 现在七间也没有 这非常恐怖 如果在山上 那些教室空间不够使用 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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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期内 尽速协助地方解决这个问题 不要再让南方奥的学子 幼童流失到外区域 这样做不做得到 好 主席请列入记录 好 列入记录 好 再来 有关 本土的教学 我看 在预算里面 除了原住民 有中央特别合力的经费 补助 他们推动母语教学之外 你像客家也好 民兰医也好 这方面 相关的这个经约 整个相 我现在还有增大增幅的空间 当然现在问一间国小 对母语教学的部分 都有课程让孩子在上课 来提供这个母语教学 但是我认为了 这相关的库政部份 应该有更多元性 因为族群不一样 有客家有民兰党党 我们的研究看 是不是有库政说 这母语教学的部份 比如说有客家族群 很多客家的子弟 他客家话没有讲 闽南语的部分 不一定是他们想要优先学习的 是不是这个部份 让他们有一个选择性的空间 比如说 我们现在要开设母语课程 闽南语课程 两节 或者客家课程 81节 客家课程的部分 可以让客家族群的 这些学统 可以让他选择性去做参加 这样对母语本身的延续性 很有帮助 让他们认识他们的根 让他们的文化 我相信这对中国母语教学 这有一个账民的教训 我请我们这次正式演绎 这样好不好 跟议员报告 基本上闽南语 客家语 原住民语 这三个本土语 中央跟县都有经费支持 那在学校 国小的部分 如果孩子有学任何一种母语的一个需求 我们就会开班 但是就是要师资 要能配合 那这个部分 我们也努力在开办 研习跟那个课程 让老师有具样 学校有这样的师资来源 师资应该是你们知道的去聚会 我们有很多民间的 在母语学会团体 等等 绝对可以提供这个 充分的教设来源 不希望你们努力 好了 我再来 我从中心开始 每次都在讲到 小校的情况 当然要因地制宜 有些比较偏乡 你参丁的 那种的就没法 你没设分才不好使用 像很多有的 因为少子化 因为沉乡变化 必须去进行 整病 或是做 教育资源 调整这个部分 讲两年了 我相信科长都非常清楚 那 政党团体之后 我记得王科长有跟我提到说 中央可能会针对 小校 裁兵的 这个办法 会拟定一个计划 那我一直在推动 希望说把 相关的资源浪费的部分 这个情况也要 减少掉 但是我看来都没成功了 这也是文超顺前处长 林郑脱头 这打开村 会有一个 事情 等下没办法成功 官长也要 在很多政策 针对教育资源浪费的部分 也要说过 结果我没有看到 教育处有什么样的 好的方案出来 对吧 你最好处理的 首顶塔处理的 空间你不处理 去处理 大家 学习的 分校 你看 导致引起其他不必要的困扰 厚 处长你认为 这个部分也没有实陈 来跟大家做一个说明 好不好 关于资源的一个整合 跟 效益的一个提升 当然这是我们努力的目标 特别是校舍空间 那 目前 如果比较不在 都市区位的 比较独立的一个 学校校区的部分 那我们 尽量是去推 一个社区学习中心 跟社区的功能运作跟结合 甚至可以让 在地的年轻人 外地的年轻人 我这不是可以说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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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病校的问题 病校的问题 这很简单 小校就病掉了 特别是中央目前 他针对偏乡有定一个 当然才病的一个准则 现在还没实施 但是我们也非常 希望 议员这边以及地方 能支持我们针对 学校资源 校舍空间的一个统整 以及整合的部分 的一个方向 那我想这个是这样 才有办法 让这个案子 达到一个最好的 效果 我再提供一个资讯 让你们做参考 越民国小 已经推动公办民营了 雌姓华德福 目前在东山办校 情况成效也不错 那您考虑看看 是不是有没有可能 把南方澳的国中小 考虑纳入公办民营 让更多的教育资源 来活化地方 来活化整个教育的空间 请你们正式列入评估 不要不一定局限于 持新华德福 只要有好的教育机构 教育团体愿意来改善 南方澳 这种偏乡 已经人口严重外的 这种教育现况 我希望教育处 应该好好的 来跟这些单位团体来研究 短期内 让他们来 来改善这个 所谓的 这种血统不足 很可憐的 你说如果我们国中 现在一次剩十字党的而已 五天台的时候 一次都百了 一两百的 现在你看 村没十分之一 是不是 我觉得应该去做 教育资源诊病 我希望这个保温 村长你们来努力好不好 庸若国小 庸若国小 市民国小 那也是一定要做病 你看 学生五月 那是这样 好啊 再来 我请教 村长 还有各位科长 你们平时在假日的时候 有没有人有接过 议员们的电话 有没有 有这么过 有这么过的抓手 好 有这么过的抓手 好 先放下 有没有有 有 接到 看到电话 未接来电没有接的 没有 没有回的 我跟你说 有啦 材料肯定有啦 但是大多数都会 我希望说 教育的东西是非常学习 特别是假日啦 我们在外面 参加很多活动 很多家庭 欢迎一些情形 我希望 做好内部要求 我们 假日打电话 给相关的主管 不是 要找你们麻烦 是针对很多事情 要做反应 我希望这个部分 能够我们主管 辛苦一点 不是要跟你找麻烦 很多 我常常靠有的主管 都没接也都没回 那感觉很差 你接不着 我相信这个 是一个基本的尊重 好 我选的时间到 张宁华议员 好 张宁华议员 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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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请教 刚才我们很多议员 感谢到我们 幼儿交易的部分 我们现在 国小的交易 已经往下延伸一年了 所以说 目前幼儿的大半 几乎是我们一年级的全部的一个玄界点 是不是说 刚才我听你说 我们现在要分离营利的这个幼儿园 要三年才是四个八战 其实 我们告诉报告 最近这几年 这四年要设一千间 分离营利的 跟公立的 我想说 我们不正现有的主管 他先来改善 这个 先做 刚才我们知道 目前国小的这个 那个烧子发 因为教室都有闲置 空间跑出来 甚至有些 国小他们已经有在办幼儿园教育了 我乡镇利也有办幼儿园 但是里面有一个东西 重点 乡镇利有大班 中班 小班 国小幼儿有大班 中班 结果 现在我们的聘认 这个规定里面 那个大班要幼教师 再配幼保园 中班一下 我们就只要幼保园就可以了 是不是可以考虑 把这一个大班的部分 全部改到那个国小的部分 就直接衔接了 那这样子的话 全部用幼教师 把中班小班的 全部留到 乡镇利跟公立幼儿园 这样的时候 才不太想说 像公立幼儿园 大班的幼教师 跟幼保园 有时候产生同工不同酬 你知道我的意思吗 两个都做 他会干活干活 结果呢 幼保园就要买了 这样子的话 可以让这个整个 我们幼儿教育里面 在学校 就赶快接上去了 而且有很多问题 大家有时候要唱这些名字 只有大家都 都提醒白账的 有什么的 都没有资金 学校都在附近 我今天学校没有抽中 才会到乡镇利幼儿园 才会到私立幼儿园去 都在学校 有些学校在附近 结果呢 这个幼儿园 是我们学校的部分 有些抽签 报名的不同的时间点 所有的家庭 都在报线 大班都在报线 因为没有学籍的限制 产生这种情形 所以想整个来考虑到一下 现有的设备 现有的资源 可以来调整一下 出品我就要来考虑 不然你看 我看你三年 才八卿的会议 你这时间很久了 你去了解 高兴殿的 幼儿园的 人数的需求 你看看 每天我们这边的议代表 都在拜托家庭市 结果也是没办 也是没骂主理 所以这问题很严重 我看你里面 也没有提到公立而言的设置 有提到这一点 你只是说 肺炎率八卿三年 我到底想这来思考吗 这本两个部分 和医院报告 第一个就是 五个公益量不足的问题 我们有 现在开始 它有一个急迫性 所以我们现在有一个 增设富佑 学校富佑 再来的第二件 是 大班幼教师 任用这个部分 因为幼教法 事实到现在也有几年 所以中央现在也在修法 这个问题 我也有很多 相关的意见 反应给中央 因为这样看 资源的区隔 还是说 怎样来一个分配 是最有利于幼儿就学 以及照顾到家长 托育的需求 这些事情 都有在 我是说 像我们的照顾 现在就是 现在国小教室 超市的教室 几乎也会空出来 整个空间都有了 不然在这些粗幅先走 包括我 甚至跟乡镇的公立幼儿园 做一个调整 让老师的部分 就全部归到 那个 学校的公立幼儿园去 那 那个教板 就直接到乡镇的幼儿园去 这样子整个七个出来 因为 如果说 在这个 有限的时间 我们要这样钓 我们公立幼儿园吃不下去 吃不下去 但是 等于我们破了中央在修法 那如果来钓政 这是我们可以建议 你说吃不下去 是设比不高 跟不高 是建议不高 你随于你现在 我们 管理幼儿园 和乡镇 一年半都整千万 对吧 这原来 跟中央修法的 这个 速度 很多来研究 好吧 我想这是 破戒的事情 至于大家都 都关心这个问题 出席 是 出席医生 好 感谢 张明华议员 我们现在有十分钟 好不好 可以等一等吗 好 点半 大家有份 十分钟 谢谢大家 休息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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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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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看 感谢观看 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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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看看 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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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看看 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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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看看 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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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觀看 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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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看看